欢迎回来 这是单一关新岛 有网友在网络上面爆料说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南投竹山消防训练中心 曾经是各大消防队都会来上课参训的地方 甚至是吸引了国外消防队来前来观摩学习 但是如今却因为经费是年年缩减 现在连买水袋的钱都没有 现在设备坏了同样是没钱修 面对网友爆料训练中心坦诚 经费是的确又被删减造成了盈允影响 不过会积极寻求其他的经费来源 要提供更好的训练环境 来靠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 新北市有家长投诉 国中校园内出现了红火蚁 而原本通报撒药之后 一年内都不能翻土 但是不到一个月 疑似就有老师在里头施肥 还传出了阵阵恶臭 家长担心这样红火蚁会继续蔓延 危机到学生安全 而在事情曝光之后 校长也是紧急出面澄清 强调老师只是在曝晒潮湿的肥料 并没有动到撒药区块 而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则表示 或许会由教育部来列管 定期查验 来监控校方的防疫情况 一般来说 冬季流感高峰期 通常会在12月底才会出现 但是今年恐怕会提早爆发 主要是因为今年 南半球流感是大爆发的 加上A型流感当中 H3N2的变毒易变性强 也让专家预估 今年流感爆发时间 不止有机会提早 还有机会是增加到 20%到40%的重症几率 也建议年长者或是小朋友 最好还是先接种肺炎 练球症的疫苗 先满足第一层的保护力 插播最近消息 第54届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现在颁发的是 试剧节目《男主角奖》 马上带你看到现场最新种况 欢迎回来 继续关心经济部 今年公布修订 14岁以下幼儿的衣服安全规范 像是连帽的细颈带 如果两侧拉绳过长 小孩在玩耍时就容易被割到 落到或卡住 导致乐颈 另外在长裤还有长裙等部分 在没有竖紧的状态下 拉绳每一端的长度 是不能超过20公分的 就是害怕小朋友在使用游乐设施时 或是上下车时会被勾拉住 发生意外 高雄知名饭店和JR东日本公司合作 推出了两款铁路便当 一种是造型特殊的新干线便当 而另一种则是由30种食材 组成的营养均衡便当 除了吸睛的造型便当之外 这次还独家贩售 由靖岗线腾汁产的抹茶 制成7种的益式冰淇淋 美味可口的佳肴 也已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品尝 来看到的是台中武林农场 每年1月份开始进入花季 首先登场的是梅花 梅花跟山樱花 而在5月份则是以粉核佳人 以及昭和英为主的樱花祭 一时到4月份 各式各样的樱花是珍奇斗艳 一连串的樱花祭 也让游客是一包眼福 为了落实新课纲 台北市串联了北英女建中 中山还有成功 以及师大副中五所明星学校 打造了五校联盟 请来大学讲师 开设了50门多元的课程 让学生是可以自由选择 并且利用每周三的下午 可以跨校来上课 这类似大学选修课的做法 希望让学生可以提早来探索形象 插播最近消息 金钟奖的最佳戏剧节目 女主角奖 奖落谁家 马上带您看到 现场的最新状况 一时曾经效力于 美国特勤局的警犬 曾经保护过前美国总统 欧巴马夫妇 是免于遭受袭击 目前她已经退休 最近是在英国接受表扬 所以我最后带您快关心 以上就是这集 整体的新闻内容 我是黄品宁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